中共議員 目前正在召開的保守黨政治行動大會 CPEC議程中 中共議題成為一個更為關注的話題 不僅各小組都在討論中共帶來的危險 而且該議題也出現在幾位發言人的演講中 今年的會議陣容中 有六個有關中國議題的小組討論 討論議題包括中國顛覆美國 和美國企業向中國投降等 佛羅里達州聯邦參議員克里斯科特表示 堅持不允許有任何有利於中國 而不利於美國工人的貿易協議 斯科特說 中國正在監禁和謀殺自己的公民 因為這些人講出了武漢病毒的真相 我不會再允許任何有利於共產主義中國 而傷害美國工人的不良貿易協議 今年的CPEC日程表 沒有提到伊朗恐怖主義和中東 俄羅斯也只是被提到一次 應對中共當前危險委員會的布萊恩肯尼迪說 CPEC在很大程度上 反映了特朗普 美國優先議程的成功 前總統特朗普將在星期日下午的CPEC會議上 發表主題演講 預計將提出拜登向伊朗和中國屈服的問題 4名參加CPEC大會的共和黨參議員 即馬可·盧比奧、湯姆·科頓、泰德·克魯茲 和斯科特在2月25日提出了一項法案 而廢除給中國公民的10年有效多次往返簽證 重回2014年前的一年多次簽證 藉此施壓中共改善中國的人權 固定人權 頂的任務 擅長 打